早,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立位界第九章 经过七天的就职礼施后 亚伦已真实成为大祭司 在第八天,他自己亲自来献祭 首先他为自己及儿子献上赎罪祭和番祭 然后为百姓献上赎罪祭、番祭、树祭和平安祭 亚伦为百姓所献的四颗祭在次序上很有意思 也有新约的意义 首先是赎罪祭 人跟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是罪得救赎 就是人承认自己的罪 相信耶稣为人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 接受神的赦免 第二步是番祭 表示生命的奉献和成圣 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之后 就要遵耶稣为主 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不为自己而活 乐意侍奉神 愿意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自死救生命活出新生命 第三步是数祭和平安祭 确实纯感恩的心 与神和人相交 信徒的人应该过一个群体的教会生活 对神藏有感恩的心 对人要关怀 乐意分享 献祭完了之后 亚伦就为百姓祝福 祝福的内容是 从这里我们看见 神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 在旧月透过献祭 在新月透过耶稣的救恩 神这样给人一条生路 这条生路不仅得救而已 而是跟神建立深厚的关系 当人肯认罪 肯奉献自己给神 肯时常与神相交 神就保守我们 赐我们平安 而且还会以他面上的荣光 来招压我们 叫我们享受他的恩慈和怜悯 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 他对我们的罪很严厉 但当我们不去犯罪 肯悔改和长进 就不会觉得神的严厉 最享受在他的人词和慈爱里面 献祭带来祝福 也带来神的荣光显现 当神彰显荣耀 就证明他悦纳我们 我们就会更敬畏神 更虔诚崇拜他 我们一直等待神造访我们 除了祷告之外 我们有没有在行动上 准备迎接神呢 他在圣经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 怎样去做一个正直的人 怎样去亲近神 就好像这几个 即所象征的步骤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渴慕 神造访我们 我们就很想看见他的荣光 就会依照这些步骤的原则 去亲近神 学小朋友们 记得 旧约告诉我们的方法 新约我们仍要做乃是 接着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花时间来亲近神 在上帝面前充满着感恩 和献祭的心 将自己完全献上 当作活祭 被神大大使用 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 祷告和敬拜 月神赐福 听他话语的人